这是一个真实案例改编的故事 张庆是个研究生物学的科学家 英国海归 回国后在某研究院工作 方韵是位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记者 两人是一对恩爱夫妻相敬如宾 生活得美满幸福 但由于方韵的工作日夜颠倒 而且为了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价值 一心逃避生育 怀过三胎都引流打掉了 张庆的父母一直着急想抱孙子 而张庆十分尊重妻子的意见 和支持他的工作 两男之下终于通过朋友的介绍 夫妻俩协商找了一个年轻女孩 帮他们代孕 这个女孩叫做李妍 80后一个北漂的东北姑娘 年轻漂亮 从一校毕业 一心想要进娱乐圈 当过群众演员 但因为无法忍受潜规则就放弃了 后来因为家里出了状况急需用钱 在北京生活拮据的李妍机缘巧合之下 选择了这种来前很快的代孕之夜 张庆和方韵在前两天面试了不少女孩 眼下最合他们心意的就是李妍 了解完情况后 双方签订了合同和保密协议 之后张庆和方韵就带着李妍去美国 做了代孕手术 刚从美国回来 方韵就马上赶往公司工作了 家里就只有张庆和李妍两个人 李妍有教养也懂礼貌 在确保不打扰雇主的情况下 自己一点点去适应这个陌生的环境 在等待受孕的时间里 手脚勤快的李妍 包揽了家务和照顾张庆的工作 不久之后李妍成功受孕 得知消息的张庆给妻子方韵打了视频电话 兴高采烈地将检查报告给妻子看 他们相互道贺 未能成为父亲和母亲感到欣慰 受孕后的李妍拿到了一部分的钱 他立马就将钱寄给了家里的父亲 家里人不知道他哪里来这么多钱 李妍也没有过多解释 只说了一句不违法 因为方韵经常出差 十几天回不了家 为了孩子的健康 张庆肩负起了照顾李妍的责任 对她无微不至 嘘寒问暖 方韵工作完回到家 也会关心李妍 但却让人觉得不真实 李妍肚子里是她方韵的孩子 每每看到李妍孕吐难受的样子 她也只是个旁观者 无法感同身受 然而这种尴尬和不适 还只是刚刚开始 日子一天天过去 李妍的肚子还是显怀 张庆的父母都知他们张家有后 连忙前来探望 一进门 张母一时嘴快就对李妍说 我跟你爸爸 虽然马上改了口 但都能看出张母十分喜欢李妍 在他们老一辈人的心里 给自家传宗接代的人 跟亲媳妇没什么两样 张母虽然接受了儿子代孕的事 但依然认为 没有亲生怀胎十月生下孩子的母亲 很难跟孩子产生感情 李妍在一旁听着 只能保持微笑 不敢发表什么意见 这时 碰巧方韵赶了回来 习惯性地叫李妍去洗菜做饭 听到这话的张母 立马护住李妍 说孕妇不能沾凉水 得歇着养胎 为了缓解尴尬 方韵脱了外套 说自己去做饭 让李妍陪着梁老聊聊天 张母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 拉着李妍的手 让她坐下 然后嘱咐了很多 养胎注意的事项 相比起 跟自己儿子结了婚 却没有孩子的方韵 梁老更忠意这个 给家族传宗接代的李妍 这种伦理上的扭曲和分裂 在很多家庭都能看到 在厨房洗菜的方韵 看着公婆对李妍的热情 心里很不是滋味 因为她没有得到过这种待遇 晚上 李妍对着镜子 摸着自己的肚子 内心有了一些异样的变化 原本她以为 这不过是给别人生一个孩子 自己只是个工具人罢了 但随着肚子一天天变大 她能切实感受到 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与自己血脉相连 这也许就是怀孕中 母亲的一种心理变化 没几天方韵又出差了 偌大的豪宅里 只剩下张庆和李妍 张庆教李妍游泳 这样有助于消腹肿 每天一杯牛奶也从不落下 李妍虽是怀着孕 但也闲不住 充当起了张庆的保姆 两人相互照顾 体贴入微 李妍羡慕张庆是个科学家 她从小学习成绩就不错 奈何家里条件不好 上不起大学 能够跟高学历 有学问的人待在一起 让她觉得十分荣幸 张庆为人和善 知道李妍爱看书 便说书房里的书 有喜欢的都可以拿去看 李妍在帮她打扫书房的时候 看到一把吉他 原来是张庆的一个小乐曲 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就忘了自己还会弹琴 平时方韵很少注意这些 一见李妍提起 便在她面前弹奏了起来 两人其乐融融的场景 被刚回家的方韵看见了 看到自己丈夫 跟别的女人走得那么近 素质再好 也难免会心生醋意 晚上吃饭的时候 方韵主动帮张庆添饭 夜里张庆熬夜做研究 方韵也少有的去书房 嘘寒问暖 睡前 她还送给李妍一瓶 消除任声纹的精油 她迫切地想要获得一种参与感 她担心自己会成为 三个人中多余的那个 这种旁观者的参与感 就像一场无趣的作戏 她始终无法体会孕妇的感受 方韵为了让胎儿 记得自己的声音 便对着李妍的肚子讲故事 李妍虽然觉得局促 但也没理由拒绝 原本应该是温馨的胎教画面 看上去却显得无比荒诞又可笑 之后的几天 方韵又出差了 李妍一边养胎 一边照顾张庆 两人一起看电视 闹家常 谈梦想吃饭 除了没睡在一起 俨然就是一对小夫妻的相处模式 张庆出门前 李妍总会叮嘱她小心 说完再见之后 还会走到窗边再相互挥手告别 家里只剩下李妍一个人的时候 李妍就会做家务来打发时间 她勤恳地整理好主卧 事后觉得不妥 又将被子和书 恢复到原来乱乱的模样 晚上李妍会提前做好饭 等张庆回家 今晚的张庆心情不是很好 没吃饭就回了书房 她跟方韵打视频电话 说自己的科研被否了 原本想要妻子安慰自己几句 可方韵实在太忙 没说两句就挂断了 张庆话说到一半也戛然而止 一肚子委屈和抱怨 无处宣泄 这时李妍敲响了房门 她还记挂着张庆没吃东西 于是给她煮了碗面 她试探般问着张庆 是不是工作不太顺利 张庆没有多说 只说没什么 李妍知道自己越界了 这本不该是她问的事情 趁着张庆还在吃东西 她上楼放好洗澡水 让张庆用 突然的胎动让她惊呼了一声 张庆连忙扶着李妍坐下 李妍拉着张庆的手 放在自己肚子上 想要她也分享这份喜悦 张庆摸到了那肚子里的生命 在绿洞 她第一次有了出为人妇的实感 没多久 方韵出差回来 正好看到丈夫 为了帮李妍消腹肿 一起泡在泳池里 方韵明知道 这两个人根本没有什么 不正当关系 但哪个妻子 都无法对这种情景视若无睹 她心里吃胃 却没法发作 只能忍耐 毕竟李妍肚子里 怀着她的孩子 这天李妍又有胎动 夫妻俩扶着李妍坐在沙发上 他们贴合李妍的肚子 倾听自己孩子的声音 场面怪异又滑稽 李妍的肚子一天天 变得越来越大 夫妻俩买了不少婴儿用品 和一张婴儿床 张庆说 孩子一出娘胎 肯定是要找生母的 所以就把婴儿床 放在了李妍的床边 好让孩子一睁眼 就能看到她 李妍听完这话 也觉得新鲜 自己有时候 给孩子讲故事 讲着讲着 就觉得 这就是她自己的孩子 张庆没有觉得 这种想法 有什么不妥 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 李妍就是孩子的母亲 过了几天 孩子出生了 方韵抱着孩子 重心捧月班 走进家门 生了孩子的李妍 走在最后 张庆倒还是照顾着她 丈夫给孙女取名叫张芳 大概就是为了强调 这是张庆和方韵的孩子吧 李妍一个人躺在床上 听着外头一家人有说有笑 忽然孩子哭了起来 张母抱过孩子 就去找李妍 有过生子经验的张母知道 孩子要吃奶了 就得找亲妈 一开始 还欢天喜地的方韵 瞬间被泼了冷水 原来孩子生下来 不是尴尬的结束 而是尴尬的升温 方韵为了培养跟孩子的感情 坚决把孩子抱走 跟他们夫妻俩一起睡 李妍不是很舍得 孩子跟亲妈 当妈的 又何尝不想陪着孩子 可她没有立场说拒绝的话 半夜孩子醒了大哭 方韵抱着孩子越哄 哭声越大 吵醒了熟睡的两个老人 也惊醒了母女怜心的李妍 她借过方韵怀里的孩子 神奇的是 孩子一到李妍怀里 就立马不哭了 母乳的味道 能让孩子有安全感 李妍以方韵和张庆 第二天一早还要工作为由 抱着孩子回楼下的房间睡了 孩子不亲近方韵 这让她每日忧心忡忡 这的确是她跟张庆的孩子 可又好像不是她的孩子 方韵不了解孩子的习性 没法体会为人母亲的幸福感 她坐在床边盯着孩子 眉头逐渐紧索 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和疑惑 但她没有放弃亲近孩子的念头 她知道孩子喜欢生母身上的味道 就问李妍借了外套穿上 再去抱孩子 晚上坚持要孩子跟她一起睡 还让李妍把奶水挤到奶瓶里 等孩子饿了 由方韵自己来喂 但不管她使出千方百计讨好 孩子始终哭闹不止 吵得一家人都无法入睡 张庆劝方韵把孩子交给李妍带 方韵早就积攒了太多怨气 她反驳张庆说自己才是孩子的妈妈 她有权带孩子 接着还把张庆和公婆关在房门外 孩子的哭声让李妍心如刀割 可她也无可奈何 她哄不住孩子就跟着孩子一起哭了起来 没人能懂她的悲伤和绝望 方韵想爱孩子 但孩子不爱她 这就是生母和养母的区别 其他人劝不住方韵的执拗 李妍更加没有资格说什么 孩子哭了一夜 她也难受的一夜 全家人彻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 李妍以喂奶为由 让张庆敲响了方韵的房门 方韵开门出来竟显疲惫 张庆只能在一旁陪着她 无声安慰 突然的地震打破了原本悲伤的气氛 当时正值汶川地震发生的时期 方韵没时间让自己继续沉浸忧郁 职业操守让她迅速整理好情绪 收拾东西到灾难现场进行新闻报道 李妍在家里的电视里看到 方韵从前线的报道 因为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而泪流满面 她联想到自己的处境 更加是唾及不止 白天给张庆介绍代孕的朋友来给道贺 顺便提醒张庆一句 他们跟李妍是有合同的 合约时间一到就得断绝关系 一开始张庆心软觉得李妍很可怜 所以一直没有提让李妍离开的事 但这种交易关系迟早都要结束的 到了晚上 张庆给了李妍一张卡 里面是代孕的尾款 方韵特地吩咐多加了一万块钱 卡的密码是孩子的生日 李妍知道收下这张卡就代表她该走了 纵使她有万般不舍 也无法改变什么 第二天 张庆托朋友请来了月嫂照顾孩子 月嫂口无遮拦 进门看到李妍抱着孩子跟张庆在一起 就说你们夫妻俩长得都这么好看 还说孩子很像他们 在场的另外三人面露尴尬和无奈 临走前 李妍耐心嘱咐月嫂照顾孩子的细节 月嫂经验丰富 但也仔细听完了李妍不厌其烦的续道 下楼的时候 电视上的新闻正好是方韵在报道 月嫂听李妍介绍那是方姐 还以为是李妍清姐 结果李妍说不是 那是张大哥的爱人 月嫂听了满头雾水一脸不解 一旁的张庆只好拉过月嫂到一旁解释 虽然不知道说了什么 但李妍不在乎 她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这里不会属于她 和孩子分别的日子越来越近 李妍的心情愈加沉重 都孩子开心 也显得力不从心起来 远在正在现场的方韵 晚上跟张庆视频通话 她在这场灾难中 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和母爱的伟大 她将看到的和感受到的震撼 一一向丈夫倾诉 第二天 她就把在地震中 失去母亲的一个女孩带回了家 方韵说 看到这个孩子冲着她笑 她就有一种当母亲的感觉 也许是她跟女孩的母亲比较像吧 方韵没法忽视这种神奇的缘分 潜意识里就认为 这孩子就该是她的孩子 她给女孩取名张强 决心收养女孩 张庆尊重方韵的选择 李妍自是没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三个大人跟两个孩子 组成了复杂的家庭关系 他们一起拍了合影 除了方韵以外 都笑得尴尬 晚上 紧一墙之隔的两个女人 各自陪着自己的孩子 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可他们爱着的这个孩子 却都不是他们的 这天张庆因为滴血糖晕倒了 醒来之后 发现是李妍在旁照顾她 不知道丈夫晕倒的方韵 在这时打来电话 随口问了句家里怎么样 张庆安慰她说 家里很好 自己也很好 李妍在张庆接电话的时候 就默默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 李妍特地去买了带糖的饮料 给张庆备用 晚上 她又拿着一件新称衣送给张庆 细心的她早就发现张庆的旧陈一破了 这些没人在意 连张庆自己也不在意 在给张庆亲自比尺寸的时候 李妍的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在这个家 跟张庆相处了一年 说没有楚楚感情 那一定是骗人的 可李妍时刻都记得自己的身份 她哭着说自己舍不得孩子 她不是妈妈 也不属于这个家 张庆没法说出什么去开解李妍 只好将她奶在怀里 无声安慰 恰巧这一幕 被提前回来的方韵看到了 方韵本以为自己会大发雷霆 但真当看见这种相拥的场景时 更多的是平静和理智 她开始反思这一年来发生的所有事 她背对着张庆 说着自己感受 在她见到张庆第一眼 突然就明白了什么是母亲 那种牵挂和缘分 似乎比血缘更重要 人类的延续到底是靠什么呢 是遗传 亲情 还是爱呢 她自己的孩子在别人的肚子里诞生 她以前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可现在想想 本该是由自己做的事 让外人代劳 她才是那个最自私的人 每当方韵看见张芳 就会想起李妍 她总觉得张芳 就是张庆和李妍的孩子 方韵一辈子都无法抹掉这段记忆 更无法面对之后三口之家的生活 夫妻俩是如此的相爱 但仔细一想 这种爱已经变成了一种亲情和爱护 他们小心翼翼地对待彼此 客客气气地不打破这份感情 这不是夫妻 也不是她方韵想要的爱 第二天 方韵留下一张字条就不见了 李妍也没有跟张庆告别就离开了 只留下张庆 抱着张芳 坐在沙发上无言相对 半年后 张庆跟方韵离婚 张庆带着张芳远赴美国生活 李妍在离开张家之后 就回了老家再无音讯 方韵则独自带着张枪生活至今 一段错乱了的亲子关系 终究是以悲剧收场 之前也有不少代孕话题在网上热议 有人认为 代孕不过就是你情我愿的事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一旦代孕成了一条产业链 这就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 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如果孩子可以随意生育随意买卖 那些心怀不轨的人 就会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 其中器官贩卖 就会成为黑产业链 最猖狂的行为 这是一种对母性和生命的漠视 生命不能被物化和商品化 认同代孕合法的人 无异于认同杀人合法 有人可以花钱买孩子 也可以随手丢弃 这种践踏生命的作为 实在不可取